除了丽青的爸爸妈妈 今天呢 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哥哥过来 他非常喜欢丽青 我们看看在这位哥哥眼里 丽青是个什么样的女孩 好 掌声欢迎 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呢 丽青给你什么样的感觉 我挺羡慕他们家的 丽青这么小的一个女孩 她竟然会开那个车 你家是怎么回事 我家的情况也不是太好 不要看你们两个人小小年纪 绝对是在我们面前的精神强 空囊就空囊的时候 我确实想把她受了 那时候那也是跟着爸爸妈妈好 不觉得 我觉得我们家挺幸福的 你好 给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各位老师 各位观众 你们好 我叫赵春龙 来自山西省民横市古县 我知道你和丽青 都是山西省的孝心 少年对吧 对 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呢 其实我以前就听说过 丽青这个姑娘的故事了 刚好今年暑假的时候 她也有一期节目 我们两个就一起去参加了 然后当时丽青给你什么样的感觉呢 当时我觉得丽青这个女孩 特别的开朗 然后对待周围的人特别的热情 跟她在一块说话的小朋友们 都有说有笑的 我问一下丽青的爸爸妈妈你见过吗 见过 那次节目结束以后 我就跟叔叔阿姨打电话 没想到他们特别欢迎我 所以咱们家住了五天 真好 当然今天五天 对我印象也挺深刻的 因为丽青确实做了一些 让我内心都感到特别震撼的事情 什么事震撼你了 比如说下轮摩托车 丽青这么小的一个女孩 她竟然会开那个车 说实话 让我开的时候我也不敢开 但是就是这个女孩 有一天 她开上那个车带上我 我们一起去采药 开什么药 那种药挺贵的 已经三百多块钱 有三百多块钱呢 但是越贵的药 一定在高山当中 丽青你不怕吗 当时不害怕当时的环境 但是我唯一害怕的就是蛇 哦 对 但是你已经敢去采这个药 丽青你是为了照顾家里是吧 对 就是感觉自己大了 可因为家里重点钱了 我问一下 春龙 你在丽青家的时候 你对他们家有什么感觉 这个家幸福吗 我挺羡慕他们家的 你羡慕他们家 因为我去他们家的时候 我发现他们家氛围特别好 特别的温馨 丽青和他爸爸妈妈说话的时候 什么都说 无拘无束 不像有的家庭的孩子 跟自己的爸爸妈妈藏着掖着 什么也不说